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矛头指向郑文灿 偏谈媒体报道上周五郑文灿陪同民进党苗栗现场参选人徐定真前往白沙屯拱天宫参拜 一群人准备排排站上巷的时候 恰好有一名妇人已经跪在这个案桌前进行跪拜 庙方人员上前请妇人礼让 这名妇人就很生气的痛骂 有你们这些政客真的丢脸 别人都不能拜 影片传出蓝营大作文章说北石中 陶文灿都一个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偏蓝媒体都忽略掉这名妇人其实是插队 硬是几道众人前面参拜 根本不是仙道 蓝军又在操作造谣抹黑吗 打郑文灿目的是什么 帮张善政助攻吗 同时耗资12亿的新竹棒球场上周五进行开幕战 因为许多新建的缺失造成球员受伤 负贫如潮 让林志坚遭受外界责难 蓝军也趁势猛攻 这对选情会造成什么影响 另外台北市场选情部分 陈始忠今天举办见面会 人气超旺 反观蒋万安 传出不要战斗篮帮忙发言 这下惹怒深蓝会有什么效应呢 分裂投票 投给黄珊珊吗 另外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计划八月访台 引来中共军事威胁 外媒报道 美军打算派航母战机护航裴洛西的访台 当中国威胁力道越大 美国会退缩吗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走呢 中国越强硬的结果 会不会招致反效果呢 另外俄乌战争 俄罗斯刚签署允许乌克兰恢复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 就以四枚巡逸飞弹攻击敖德萨 俄国这种国家毫无诚信道义 是不是打输了更小当生气呢 还有汉光演习开打 全台战机升空警戒 同时学习俄乌的经验 国军仿效乌冬战场 在新北巴黎挖战壕 最新情况发展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贝少将于北辰将军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自然每天吴国栋 中将好 大家好 再也是资认每天邱明玉 大家好 自然每天王世奇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台北市长选情 陈时中的26区见面会 消息一出 一味难求 拿着镰刀利落割下稻草 再用打鼓机打下饱满稻税 难得体验农村稻田乐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开心的手舞足道 但对手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其实两天前才来过 顶着大太阳带上斗笠 将弯当起农夫 弯着油 卖力割道 台北市议员戴錫青也一路跟随在旁 因为这块农地是他和里长一起向北市府争取的 没想到丰收时 黄珊珊却跑来割道尾 黄珊珊澄清 央苗是他差的 没有割道尾这回事 但从礼拜五开始 蒋黄两人的行程高度重叠 像是22号的富佑展开幕式 23号天母啤酒节 24号北投区践行活动 羽球公开赛 都是一前一后到场 互别苗头 意味浓厚 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才宣布参选不到一个月 除了竞选团队马上成行 现在更推出官方LINE群账号邀请市民 一起加入 连26区的见面会已经场场爆满 空战 陆战齐发 阿中见面会第一阶段26场 今天开始起跑 阿中队长要发出台北队员召集令 可以扫阿中的QR Code 随时随地都有阿中跟你在一起为台北打拼 你就是台北队员 年底北市长撒卡都选战 烟消位越来越浓烈 台北市长选战热热闹闹 现在看到最新的情况 陈时中今天的见面会旗袍 来 茗玉 听说白典是不是 同时我们看到蒋万安的竞选团队 今天中午也宣布了 今天宣布算是已经齐备完成了吗 当然没有了 我先讲陈时中的部分 陈时中你看他这个被征召之后 哇不到十天的时间 风风火火 不但这个形象照啦 这个空战 这个不用讲 整个气势整个起来 那陆战的部分呢 他也宣布了26场见面会 因为台北市26位议员嘛 那我前几天跟这个有个大安文山区的 民进党的候选人 这个陈胜文同胎 他说他是办第一场 压力很大 就还会有点担心 因为他毕竟是新人 他担心自己知名度不够 号召不来 就没想到他才刚贴 刚这个发文 马上这个秒 他说是秒杀 瞬间秒杀 他就觉得说天哪 阿中部长的这个魅力真的很大 号召力十足 对对对 所以即便他是一个新人 没想到只要打着阿中部长的名号 就整个秒杀 所以不用担心冷场嘛 不用担心 对对对 这个确实啊 这个确实 所以就认为说 这个现在阿中部长不只是空战 那陆战整个双海 双路齐发 空路齐发 这个是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至少你这个台北市是气势起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最近这个蒋万安跟黄珊珊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来 黄珊珊跟蒋万安都有高度的忧虑感 那黄珊珊我认为说 他最近的焦虑感是非常严重 因为第一个啦 就包括就是说 柯文哲一直强力的发言 好像要主导整个选战 很多人开玩笑说 柯文哲变第四个候选人了 但是柯文哲他这样子强力的发言 他会边缘化黄珊珊 对 会压缩到黄珊珊 大家会觉得黄珊珊不见了嘛 他好不容易他的民调起来变20% 结果现在因为柯文哲的强力发言 就边缘化了黄珊珊 还有柯文哲他的这个讲话 太仇恨值了 包括他讲话都就是一直在打别人 那所以就大家会认为说 黄珊珊的这个形象 比较这个中道理性温和 那这样子跟黄珊珊的整个形象不合 所以很多中间选民反而吓跑了 所以你可以看黄珊珊这两天又开始高度的 但是你看很有趣的发现说 黄珊珊的行程主要都黏着蒋万安 他们两个是高度同叠 从什么妇幼展 天母啤酒节 北投践行活动 那一直到这个宇宙公开赛 两个高度同叠 对对对 那都在同一场 那当黄珊珊的忧虑是非常有理的 这个是今天最新的 讲话公布他的这个台北队出动 很多人开玩笑说 今天不是万安演习吗 所以这个万安也开始拉警报了 所以赶快这个台北队要赶快集结 他的团队这些人员到底对他有没有帮助 我们来仔细解读 其实今天他最主要公布 这些大家都知道就是林逸华出现总干事 那其他的就是担任副主委 你知道为什么要担任副主委吗 因为这是林逸华强力坚持的 因为我们前阵子讲过 林逸华也被霸王硬上钩 因为朱立伦看不下去 所以直接压着林逸华来做讲话案的总干事 还直接帮他宣布人事 但林逸华有个条件 就说台北市的这两位老大哥 就一定要担任副主委 位置要比他高 不然他这个小妹妹会对这两个 会不好意思 所以你知道在排序 还要注意到这些妹妹嘎嘎这两个老僧 这两个老僧还要摆位置 那另外当然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陈永德 因为陈永德不是说被这个黄珊珊 给柯文哲给挖墙角 因为他是这个好像我记得印象没说 七连霸的一个资深议员 那当然他当时媒体就很夯嘛 就说他被柯文哲黄珊珊整个挖墙角 所以今天这个听说了 是这个费洪泰强力去动员陈永德 就把陈永德一定要把他贴上去 但是这个贴上去是贴上去了 那最后这个陈永德要靠向谁 这个还很难讲 那又是霸王硬上弓 硬上弓拉进来 对就整个批图要先给他批上去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说今天这个万安 这个万安拉警报 他还公布了一个 他的这个北区的这些督导名单 那你看大部分都是除了 就现任立委之外 还有这个前立委 什么周首逊 潘维刚罗淑雷 还有李庆安 李庆安 那个很多人在开玩笑说 李庆安是要来帮 讲这个双重国籍 还是讲这个绿卡的事情 帮忙还是帮到忙 找罗淑雷 可能是不是来批马英九 就很多人看这个名单 是非常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必须要透露一个美感 像这些人蔡震源 什么这些人 他们这个就了解 都是两个礼拜 接到两个礼拜前 接到林逸华的电话 然后才加入团队 包括就是说 这个前阵子宣布的 李贵敏跟这个李德韦 这些都是接到林逸华的电话 那也这意思是什么 这意思就是说 林逸华两个礼拜前 正式加入蒋万安团队 然后才开始动起来 那难怪嘛 柯资恩会讲说 这不做什么 意思就是蒋万安之前在跑 完全没有一个团队 没动啊 还真的是三人小组 就躺平啊 就躺平了嘛 所以变成说林逸华 加入团队之后 这些人才开始加入 这些人才开始组建 所以柯资恩就说 难怪柯资恩会很生气 讲说国民党的女人 都比国民党的男人来强 那这些人 其实都是林逸华找来的啊 那大家要讲说 那你蒋万安 你跑了那么久 最先宣布你到底在跑什么 那我最后透露一个秘心 前几天就是有一个大佬 他动不掉了 他跑去跟蒋万安讲 就说你再用这三个人小组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什么余振华 盐邦骏 还有这个 这个你的大姐蒋惠兰 你用这三个人 你乌书的 你就不可能了 他说你现在要海纳摆穿 这三个人做你的加成 没关系 帮你处理财务什么的 但是你靠这三个人你乌书 那蒋万安听完之后 他了解 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 他无法处理他这三个加成 是哦 对 那所以你看 所以朱立伦看不下去了 朱立伦礼拜三要押着蒋万安去龙山市 就是有点要直球对决 那你看起来现在整个团队 那整个就是说 他要去的行程 都被朱立伦 还有这个林逸华押着跑 那你说我们选这样 台北市长 就说他无法处理 他自己幕僚的问题 被人家押着跑 那再加上你找的发言人同职性 又这么高 李德韦 李德韦人还在国外 你一个发言人 现在人在国外 那李桂敏上礼拜蒋万安去拜庙行程 李桂敏都还不知道哦 那这完全脱节 然后你再找了一个侯孟凯 侯孟凯还是新北市的立委 所以等于说他的同职性又高 又无法处理财务之下 然后你的行程 你的竞选条件 都是主席 帮你安排好的状况之下 那我不知道你的主导性在哪里 蒋万不要这个战斗兰 帮他这个帮他发言 是不是 他这个团队有关系啦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发言人 包括双礼 再加上侯孟凯 都是形象跟他一样 温和学历高 形象就有这种的 那你有发现 其实国民党在很很强的 什么战斗兰 许巧新啊 什么郑立文啊 这些人都没有在他团队里面 就我了解 其实就是他这个三人小组 他们就是很 就是很反战斗兰 他们觉得战斗兰太深蓝了 等于中间选民会吓跑 所以他的团队 就就是没有战斗兰在里面 那你这样子会变成说 就变成你自己想要主导 但是但是你的这个深蓝 这个进不来 别是他的这个路线方面 会有很大的一个矛盾 但是蒋万安如果拒绝了战斗兰 帮忙发言 会不会惹恼了战斗兰呢 这群人可是这个战力非常强的 通常批翻性也是很强的 那怎么办呢 会形成分裂投票吗 来游将军 现在这个网路上下的这个传说呢 伯父挺山山 伯母投万安 是不是有这种分裂投票的情况呢 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是其实你知道黄珊珊在台北 是经营的很强 当了这个20年的议员 又当了这个三年多的副市长 他有很多的粉丝 也有很多的这些基层的票 所以那你说全部一股脑的 全部给蒋万安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一定会分裂投票 一定会分裂投票 那么这一次国民党的动员很有趣 我讲如果用拜庙的方式来看 陈时中的状况 应该叫万佛朝宗 他一出来大家都来了 你知道吗 根本没有请不用动员 而且你看连一个新的议员参选人 他觉得很没有这个自信 没有办法动员到这么多人 他的行程一发不出去 人就来了 这有点像当时的韩国瑜 有点像当时韩国瑜 他会吸人 那个气势有起来 他会吸票 他会吸这些支持度 会吸这个热度 所以很多的里长 我想里长是最精准的 大家看这个九合一大选 你看里长 因为里长 你不要认为说 里长是装脚 我要抓他 我告诉你 你抓里长 里长也要抓你 为什么 他要票啊 里长也要选举啊 里长的竞争不会比议员简单啊 大家跟人说 里长都可以选 不是哦 我告诉你 我们家那边光是一个里长 四到五个人出来竞争 那多竞争多强啊 对 因为我要去找地方挂一些宣传品 不行 里长已经先包 里长都要包啊 对 所以其实这次的里长的竞争 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么里长要什么 要人气 里长要人气 所以你只要看到 这些要参选里长的往哪里跑 你知道人气在哪里 所以讲外面的状况是什么 他也是 也是希望说能够当一个大磁铁啦 当一个温暖的母鸡 把大家都吸过来 可是讲外面的做法 按照朱立伦的操作方式 有点像什么你知道 那不还愿会衰啊 那不叫万佛朝宗啊 国民党动员哦 国民党曾经对你们这些老议员 对你们这些资深的这些党公民代 我们都很照顾哦 现在讲外面需要动员你的时候 你敢不来吗 所以为什么刚才有人的人头 会被硬贴上去就是这样子 那叫不还愿哦 小心有报应哦 你知道 这样子完全不一样 这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用党的力量 来帮蒋湾安来push 来帮蒋湾安来推 那为什么要这样推呢 如果说本身蒋湾安的力量很强 因为大家当时在蒋湾安参选 就认为说 蒋湾安的支持度 跟他的热度是高过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超冷的嘛 可是现在变成说 你一个支持度这么高的候选人 还要用党的力量来说 你不听党的这个 这个征召你会衰哦 不还愿你会有报应哦 不能这样啊 这个政治哪能这样玩的啊 又不是Email 怎么可以这样搞呢 但是呢 现在就是这样 对那你把那个人头贴上去 把那个名字挂上去 把title给他 你给了他 他就甘愿帮你服选吗 霸王印上攻 我看过太多这个状况了啦 这样挂的是竞选总部的副主委 挂的是竞选总部的主任 然后出现在别的候选人的 那个那个场子里面 然后他就是不穿背心啊 那我就问 那都是里长 其实你看到 有很多什么主任副主任 都是里长阶层的 然后我就说里长 你不是帮那个A吗 你怎么跑到B的这个场子来呢 他说我马上一算啊 我也要票啊 对不对 帮他叫场面啊 我来这边叫务实 大家懂了吗 务实 里长是哪里有票 就往哪里跑 所以你说里长 你是国民党 怎么帮这个 怎么帮这个 怎么帮那个 他就会跟你讲说 我选不上了什么都不是 我选上来可以帮党做一点事 我选上什么都不是 所以里长自己 我自己当选最重要 对 我当选才重要 所以你看到这些里长的候选人 往哪里跑 你说他票在哪里 这很明白 非常明确 所以那个场子越热 场子越夯 我告诉你 我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 有一次韩国瑜到桃源来 你知道吗 各党派的都到现场 那国民党还在推 你不准进来 这是韩国瑜的场 我就跟他讲 拜托 都让他进来 我都让他进来 为什么 各党各派都是票啊 没有党派的也是票 你把他全部驱逐在场外 那要怎么选啊 对 但是我还是被骂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党的交代 只有国民党的人可以进来 全部都离开 我说他不上台都不行吗 在台下邀惑也不行吗 不行不行 后来你知道一宣布 把他全部赶走 少了三分之一 都跑光了 所以就会选举跟不会选举 所以你看陈时中 到任何一个场 他有把说 不是支持民进党的 全部都离开吗 没有都来 都来选举 尤其是这种 这种六都级的选举 人是越望越好 越多越好 管他你是 管你是 管你是什么政治形象 你只要喜欢他 你就来 所以国民党 这个方式 如果不改 我告诉你 一直炒掉 要这个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 给你切得清清楚楚 有一些五党籍的里长 五党籍的候选人 想要接近 全部赶走 全部赶走 那你赶走 连干部都赶走了 你赶走那些人 有一些是你上面 你挂台头的人 他的装脚 你把他赶走了 他不是国民党 他不是支持 全部支持国民党 他可能支持无色力量 全部都赶走了 对 所以我说国民党 现在的经营 还走在这边 所以蒋万是叫做 不得不做 因为蒋万最近 被他的支持者 被所有伤害 骂得太惨了 说你躺平 他本来怎样 蒋万说 我没有躺平 我站得很直 我是战神 对 那你就躺了 你是躺的战 对 所以说这些状况 对蒋万非常不利 可是形象没有办法改变 如果你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勇气 你真正的宣战 你宣战的是对政策 不是对人 可是蒋万现在 一直在对人 他觉得要拉拢黄珊珊 一起来打陈时中 可是黄珊珊哪那么笨 黄珊珊没有这么笨 我会跟你一起打 可是我是呼应你 一分打陈时中 两分敷衍蒋万 他七分在壮大自己 当你打得越凶 打得越努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票怎么都往黄珊珊那边跑 所以蒋万现在是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那他的团队出来之后 能不能够有效的 转变劣势为优势 我觉得最头痛的是朱立伦 因为台北跟桃园 朱立伦不能输 他输的话 朱立伦自己的宝座 都不能保 所以他现在先解决台北市 后面他会来回头来看桃园 他觉得桃园相对的稳定 可是朱立伦你会不会 看得太单纯 对这个特别台北市 真的是蓝军的大本营 竟然还会分裂到这种程度 蒋万就说 相信伯父会听伯母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来正好蓝军在台北市 黄珊安就说 做自己的主人 所以台北市的蓝营的 这种分裂投票已经形成了 只是说到底谁会 南瓜比较多 我觉得对 因为黄珊安盯蒋万 盯得很紧 而且盯得很死 你仔细看这三天的行程 两天黄珊安都去 盯蒋万出席过的 比如今天看你刚刚 那种北投践行的活动 对北投践行的活动 原本是蒋万要去 黄珊安没有要去 结果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 临时新生行程 我要去 而且去的时候 他也不怕强碰 一般来说市长候选人会说 好不然他假设十点活动 好蒋万是十点到十点半 我晚一点到 错开嘛 我错开我十点三十五 黄珊安也没打算跟你错开 然后就见面 然后见面黄珊安就跟蒋万握手 握完手一起上去跳韵律操 我不尴尬 尴尬就蒋万安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真的是狠狠 这是一块 另外一件事 刚刚不是去割水道吗 其实蒋万二十三号就去割过水道 就二十五号也就是今天 黄珊安又去 而且黄珊安去割水道 就这个割水道画面 因为他在松烟旁边的水稻田 是台北市一个 叫做都市农田计划 而且蒋万过去讲得很酸 黄珊珊过去说 我这边是来收成 不是割到尾的 因为这个水道是三月二十四号 我跟里长还有戴琪琪议员 一起种的 意思是谁来割到尾 蒋万割到尾的吗 因为黄珊安是副市长 他来收成 他说我是一起种下去 所以我现在是收成的 有人从头到尾不知道 就来割到尾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黄珊珊 黄珊安钉万是钉得很紧的 所以整个蓝银的盘 蓝银的盘被两个人分裂 或是分瓜 我认为整个大局势是一定 只是说在这种分瓜过程中 到底神非比较多的蛋糕 对不对 目前看起来黄珊安坦白说 是比较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黄珊安有个发言人 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跟黄珊 一个半黑脸 一个半白脸 黄珊安每次被问到说 你这个行程是不是故意 强碰蒋万 黄珊安就说 这是市政行程不回答 可是呢 柯文哲是个大炮嘛 对不对 每天要嘛就骂假话 要嘛就骂民进党 要嘛就骂陈时中 所以这些事情呢 对黄珊安最有利的部分是什么 坏人柯文哲来当 那柯文哲骂了陈时中之后呢 是不是讨厌民进党的人 就跑到柯文哲这边 那喜欢民进党 是不是就归到陈时中这边 那柯文哲竟然难过 讨厌民进党的票 他会有个转换率 转到黄珊安这边 对不对 但一百票不太可能一百票一百票都转 好转五十票对黄珊安也是转 可那另外五十票 有可能转去蒋万那边吗 不可能嘛 所以蒋万就是零票嘛 所以蒋万现在最大的劣势 就是说第一个 黄珊安侠行政资源 对你如影随形 你去哪里我就贴到哪里 我就把你所有你绑 你去拔A的装甲 我就去拔另外一个 那个再去一次再拔回来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在议题设定上面 蒋万真的落势 真的是落势 为什么真的落势 比如说他们之前两位发言人嘛 对不对 李贵敏跟李德韦 我就指引说 那既然这两位发言人 你要马上开记者会啊 请问你设定的议题是什么 没看到吗 没人 没看到 结果周末又新增一位 红梦凯嘛 红梦凯是他很好 赞友 一样啊 那请问你设定的议题是什么 没有嘛 就回到刚刚最谈的 这个莱茵里面 现在唯一有议题设定能力的主题 叫做战斗兰嘛 对不对 那你讲话要跟战斗兰保持距离 那你就没有议题设定节目 战斗兰会不会不爽啊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一定会的嘛 第一个战斗兰一定会不爽 第二件事也有战斗兰 永远在战斗 所以他们可能会另找共主 你懂为什么 他们可能去投靠其他 他们认为 比较会听我的话 可能侯友仪啊 可能卢秀燕啊 你懂为什么 战斗兰的议题能力是全国的嘛 他不是 他不需要只服事顶讲话嘛 对不对 他可以四处游荡啊 对不对 所以当这些人走掉之后 坦白讲 战斗兰阵营的议题设定能力 由谁来处理 战斗兰如果离开之后 那战斗兰是伤了更多的 他就是没有议题设定能力 那战斗兰那些人呢 每天早上眼睛睁开发脸书 就想怎么骂民进党 然后主持节目就想怎么骂民进党 然后呢 开直播就想怎么骂民进党 你必须承认这些人 真的很会骂民进党 那你跟这些人合作 那你又嫌人家太懒坦白讲 选举就是一个 跟魔鬼交易的过程 如果在交易的过程中 你的心不要被魔鬼掏走 就OK了 对不对 你就互相利用嘛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不沾过这没用 可反过来看陈时中 我觉得坦白说厉害 陈时中为什么我觉得厉害 因为第一个路战26场 对不对 26场这摆明叫什么 叫做饥饿行销 哪够啊 26场是指26位现任议员 对不对 新科议员 就是新人难道不需要吗 而且对于议员来说 难道一场够吗 我是议员来说 我最好 譬如上礼拜 我减速培在对面 对不对 我说减速培就要来个 三场四场吧 对不对 因为一场四五百人 坦白讲以陈时中的热度 一过去就马上集中了嘛 那我自己最近在选举 在中后选举 我也很想要有这种母鸡啊 我李正浩去 哪怕50个人 对这对议员帮助很大 对啊 当然帮助很大 我自己说李正浩见面 会50个紧绷嘛 难不许叫于北城 一百个人 可是陈松去五百个人起跳 这种当然有帮助 怎么会没帮助 对对不对 而且那五百人背后 可能就多少了 至少成二 五百人一个后赏淘 一个人五个的话 那就是五百个就两千五百票 差多少 一元一万多票就上 搞清楚 我陈松来个 帮我弄两千多票 真的是大补完 大补完嘛 可是偏偏限量 二十六场 一人一场 那我问你 办完后会不会有安口场 当然会嘛 也会外衣效应 对啊 那新人会不会也想要要 那新人你就不要跟老人 你几个新人共病一场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扎实的路战嘛 然后讲空战 声量 今天新闻出来嘛 陈时中现在声量 单日最高十万 比他当指挥中心还多 那我们不要只看量 还要看值 负面声量 他当指挥官的时候 确实有什么防疫都怪他嘛 对不对 现在负面声量从27%降到14% 少13% 所以量跟值都很好啊 时期 如果说以一个选举来看 这个陈时中有可能是 非常有可能是那种外衣效应 不光是台北市 可能还会到外线市 那反观 蒋万跟黄山 两个 如果还在互相分票的结果 那可能是越分越少了 的确 我觉得台北市这一场 为什么这么吸睛 是因为当陈时中一出来之后 他的这个步调 非常有节奏感 而且行军速度非常快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每天都有进度 然后呢 他也因为这个行军的速度是快的 然后所以变得他的这些对手 都要跟着他的步调去走 他今天组了这个队伍 然后大家问说 那你其他人的队伍勒 怎么都组不成勒 然后他今天出了书 他的对手就说 我也要出书 过两天就出来 也就是说他主导了整个选举的节奏 陈时中变成一个范例了 他这样子 其他两人 你是不是应该要像他这样子 对 就是陈时中主导了整个选战的节奏 他掌握了议题 那所以你其他人怎么办呢 就只能跟随他的脚步 成为一个跟随者 那你说陈时中 有没有扩展能力 当然他有扩展能力 他声量的确是大 而且你看他弄了一个line的群组 邀请大家加入 他现在line群组 已经有一万多人了嘛 那可是他的对手的line群组是 是一千多人了 所以说对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那个line的人数就差了十倍 那就高下利剑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透过line 在互相的联系嘛 譬如说社区大楼啊 或者是旁边有一个庙 陈时中明天要来这个庙 然后附近的社区就会 就会加line的朋友 就那个陈时中过两天 要来我们这边啊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那个讯息的传递 的确是快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台北市民进党的小鸡说 哈只有一场哦 哇那赶快抢呢 我们要抢前面一点哦等等等等的 也就是说显然一场是不够的 好这是陈时中的部分呢 看起来他的确是 一出手打选战 整个状况看起来是 是进入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状态 那讲完的问题就是的确 因为他已经选了两个月了 那两个月你什么事情都没做 更何况他原本这个三人小组 这三人小组里面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要爆料 就是说呢 他其中有一位 在喝了酒之后 曾经抓着旁边的人说 我就是金浦冲啦 而且还不止一次 那就是老师嘛 对也就是说 他的小圈圈 如果是这样子的形式风格的话 你当然就很难把这个圈子扩大 因为有一个金浦冲站 大家都为金浦冲 这个马首是瞻 那再加上这个蒋安的确 对于战斗篮是有一些排斥感 他大概希望 可以走一个比较浅然一点 比较靠中间这样子的抢票路线 这路线是对的 但无奈的是 你蒋安没有足够的分量去压制 去摆平这些党内的这些势力 所以刚刚小英拿出来的 哦台北队成型了 台北队成型你还是有那两尊在啊 还是有赖世保跟废宏太在啊 他们每天就是战斗篮的固定来宾啊 固定成员 所以你显然蒋安没有办法去 摆平党内的这样子的路线的问题 那这个另外一个被替上去的陈永德 陈永德其实也是对于战斗篮极为排斥的 他还曾经在战斗篮这个成立的同时 自己发脸书在那边骂骂骂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本土篮的路线 那可是他又极为重要 因为陈加班在当地的势力是坚强的 好那怎么办呢 所以才会之前啊陈永德call了一大堆里长 去跟黄珊珊吃饭 所以这些都是有脉络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人被key上去了 是因为他必须要被key上去 他的确很重要 但是他被key上去之后 是不是代表说 哦从此以后战斗篮本土篮 我们大家都同时这个卖力的积极的帮蒋万安 永护蒋万安浮选 这个就是大问号 那黄珊珊的部分就黄珊珊的目标极为清楚 他完全设定好一个战略目标 然后他的手段也极为清楚 我跟着你 你想去干嘛 我就去拆你的台 傅佑展也是哎呀 蒋委员再多生一个把 所以那个场子就变成 珊珊的场子 然后蒋万安就 就只能抱着小孩坐在台下 就像来参观的一般民众而已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蒋万安的票 真的就会被黄珊珊分走嘛 所以才会 两个人互相抢票的情况 对 那所以你们两个人再怎么样分票 伯父一票抢 伯母一票黄珊珊 那怎么办呢 那所有其他的没有要分票的人 全部就给陈时中了 所以蒋万安你的策略是错的 当黄珊珊一直在挖你的 挖你的基础的时候 你蒋万安还在那边打陈时中 你挖不到陈时中的票 傻孩子 你要去打黄珊珊 一直在跟你讲 然后可是你每天就跟在陈时中 屁股后面 只对着陈时中在那边骂 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台北市这一场 我觉得蒋万安 为什么会被人家形容成像水母一样 也的确 他比较没有存在感 那黄珊珊就打得好像颇有力道 那当然他背后的柯文哲 这个背后林也是相当的卖力 就他打的是有力道的 那陈时中就更不用讲 他一出场的那个 就金融壮盛了 那所以反而蒋万安 时间拖了这么久之后 让大家感觉 几乎感觉不太到他的存在 就这个是蒋万安必须 要赶紧去克服的问题 是因为台北市长选战到现在 其实虽然尽情时间比较慢热 晚熟 但是显然有一个人就是很明显的 后来居上来揭明哥 当这个市一开头是这样的话 后面还有可能再改变吗 也就是蒋万安跟黄珊 是不是两个人会持续在 同样一个这个同温层里面 然后去抢票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有可能台北市 还有更多的浅蓝浅绿 是不是有可能往绿营 陈时中那边走 好我们先分三个方式来讲 第一个蒋万安当时 他打的是对这个陈时中来攻击 其实明显的做法就是要 所谓的讨厌民进党 那这部分呢 其实在过去的民调里面 大概有四成左右 在台北市 确实对民进党是 不是很喜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策略 就是要打陈时中 发现到打到最后 其实疫情状况 似乎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下 已经打不下手 而且耿老了 所以这是蒋万安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思考一个问题是 黄珊珊现在气势越来越强 所以呢我们这样讲 你说这些人不是战斗兰吗 我们来念一下 其实在2021年9月9号 战斗兰成立的时候 有哪些人来 李桂敏 李德韦 林逸华 洪梦凯 全都是战斗兰 对所以换个角度 你现在找的这些人 基本上来说 那时候的立法院 有96%的国民党的立委 都是战斗兰 他们找的这个林逸华 那林逸华的背后 到底是赵少康 还是这个朱立伦 答案很清楚 恐怕不是赵少康 因为你看到 当时赵少康在2021年的9月9号 当时提出战斗兰 那时候气势有多强 台北有12个议员 台中高雄有12个议员 然后整个地方到处都是议员 那整个是全台湾的 但现在你现在看看 这个赵少康现在的战斗兰 在全台湾有什么样气势 似乎是没看到 所以我就说朱立伦很厉害了 他已经某种程度 已经化解了这个战斗兰 所以这样现在变成怎么样呢 就要跟着朱立伦 所以呢 林逸华当然跟这些战斗兰 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然后我们这样讲 虽然这些名单看起来 好像有点就是老派 但是不要忘记 这些人都是以前 在地的深蓝的基础 所以目前朱立伦很清楚的事情 要把蒋万安再拉回深蓝 你不要再以为 你是可以朝中间选民了 因为深蓝这块有三成的选票 如果你巩固不住的话 被这个黄山给抢走的话 你故事就结束了 所以明显的看出来 这几天的转变 确实有看到朱立伦 已经把手伸进去了 但是问题来 就是蒋万安虽然没有错 他现在已经开始有林英华在帮忙 但是要如何跟这些人来做协调 变成很大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你找洪孟凯来做发言人 你知道发言人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吗 他必须针对台北市的状况很理解 然后对于台北市的任何的细节 他必须要很清楚 我问一下洪孟凯 你知道这个台北市 他找一个新北的来 对 你找到台北市的设财的计划是什么吗 台北的妇幼政策是什么吗 台北的这个幼儿园 到底有几个公托吗 还有台北到底有什么的重大的工程 我们说的这个重大基础计计计 还有大巨蛋的看法 是如何呢 你一定一问三不知嘛 我跟你说 打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是针对政策来攻击 好那你找这个李贵民跟李德韦 也许李德韦还一点了解台北市 因为他是连胜文那一派嘛 当时连胜文学的时候 李德韦在帮忙 可是找李贵民 李贵民打什么 打空战 他就针对所谓的一些空战议题来做攻击 但是问题是 当你到后面要对黄山 讨论政治议题的时候 你行吗 不要忘记了 其实以目前为止 虽然没有说 好像过去的状况 就是泛男泛绿各占这个三四成到五成 中间有中间选民 但是最近也不一样 中间选民其实已经快扩大了 所以回来一件事 我们就谈到第三个重要就是 陈时中 其实陈时中策略很清楚了 他就是先把柯文哲给咬死 逼得所谓的绿营回来 因为绿的人非常讨厌柯文哲 大家都知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请问一下柯文哲在八年前的时候 他选举 他背后支持那些网军跟所谓陆战 都是来自哪里的 都是来自民进党 这些民进党 当时帮柯文哲的人 都很清楚 柯文哲的优点跟缺点 所以你没有发现到最近只要柯文哲一讲话 陈时中马上就扒下去了 扒到连柯文哲连轻都不敢轻 毫无招架之力 没有 没有错 因为当时替柯文哲 因为陈时中真的叮得非常的精确 因为当时替柯文哲来做战斗 那群人全都归位了嘛 柯文哲会出什么招 我这样讲好了 柯文哲出第一招的时候 这群人已经想到你第三招出什么了 直接换下去 所以黄珊珊看这个状况已经不对了 他必须要赶快跟着市政来走 因为必须要把柯文哲赶快脱离 但是我们要知道 柯文哲其实还是对一些所谓的民众党 他这12%的这个选票 他是具有这个张力的 所以对黄珊珊来说 他要抢的就是 他以目前来说 陈时中的绿的选票 黄珊珊基本上已经抢不到了 因为这时候 这个当陈时中打柯文哲的时候 把绿营的票已经巩固起来的时候 其实黄珊珊想要去占这个便宜 是没有的 所以回头一届 是只能打所谓的中间选民跟深蓝 所以我估计黄珊珊跟蒋万 在深蓝部分 一定会发生这个攻击 所以朱立伦当然一定要到 黄珊珊本身也是深蓝的背景 所以在找出了我们觉得是笑话的 我们觉得很可笑的那群人 什么赖斯堡等等 可是赖斯堡费宏泰这些人 对深蓝他是有所谓的号召力 我们的世界 就是我们这种比较偏中间偏绿的人 其实很难了解那些阿伯 或者那些深蓝的人 对于费宏泰跟赖斯堡 他们那种强烈的感情 所以这两个会出现 其中某种程度 是朱立伦觉得如果 阿龙深蓝 对因为蒋万好像对深蓝有怨恨 那么他一听了 第一个他对蒋的部分 他就不敢说 一直搭载说 我就讲家第四代不敢讲 他对于所谓深蓝的议题 他也不敢碰 蒋介石的这个 所谓金钱堂也不敢碰 然后呢只要提到深蓝 比如说这个两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上海跟台北双层认谈 他也不敢碰 你知道看在蓝的心目中 尤其是当柯文哲 继续办双层认谈的时候 你会知道 这对于深蓝的 这种忧虑感有多少 如果这个所有的这些所谓深蓝的票 因为这个柯文哲 通常算成为了 转到黄珊珊的话 这个讲完你不用玩了 你的深蓝的票开始在散了 所以我看出来 朱立文的节奏很单纯 第一个要把整个 说各区域的这个部队做起来 去除三个人小组之外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 他在抢深蓝票 但我认为黄珊珊也不是省油的灯 其实我这样讲 比如说像陈永德出现在画面上 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像片 叫陈永德在上面 一个图像而已 其实私底下大家都知道 陈永德跟柯文哲的关系 好到不行 当然这个表面上帮助的蒋万安 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其实整个 有一件事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黄珊珊其实跟工商团体的关系 跟工会的关系 跟商会的关系是非常绵密的 这个地方是你用民调掉不出来的 这是蒋万安最大的风险 是 所以我们看到蒋万安 在台北市选情的角色相对弱势 蓝军对于陈时中 似乎是久攻不下 而且陈时中现在的生日是 越打越旺 那个见面会看起来已经是要 所以现在蓝军把这个目标 转向了桃园麻来名誉 因为上周五郑文燦 就有陪同民进党的苗栗县县长 参选人徐定真 去白沙屯拱天宫参拜 结果却发生了一个所谓的 赶走女香客的事件 然后这个影片传出之后 蓝衣就大做文章 就说什么北石中淘文燦 都一个样 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后来影片发现 那个女香客根本就是插队的 对 我们来还原这件事情 就是说郑文燦上个 22号他就陪徐定真 去这个白沙屯的拱天宫参拜 那当时新闻报导是说 我是先讲这个原文的报导 他是说呢 这个香客已经是跪在那里的 那政治人物后来郑文燦他们来了 站在他后面 然后庙方人员去请这个富人起来 然后富人就突然大骂就说 怎么样现在有你们这种政客 真的丢脸啊 就是说这个庙只有你们能拜 我们不能拜这样 哇那当时整个这个PTT上面 或是整个网友就群起哗然就开始 骂就说什么好大的官位啊 什么什么的 还说什么北石中啊 什么这个南文燦 类似像这样就开始骂 好那回过头来 就今天终于有一个 这个影片出来了 这个确实是还了这个郑文燦 他们这些人的清白 那我认为说这个蓝营的 应该也比较媚于事实啊 就像当时那个什么 这个去龙山寺参拜 那个被拉走的蓝营都故意去扭曲 那我们来看这还原事实 你看还原真相的影片来 你看当时郑文燦他们那些人 已经站好定位在拜了 就站好了 对结果这富人突然跑到前面来 从后面秀姐跑到前面来 插队 插队 那这个你看再看一次 如果看不清楚再看一次 你看那富人很明显还在后面 然后大家站好 他跑到前面来 他是插队 然后还要开始拜拜 庙方人员还好心的请他起来 好意的跟他讲说 几分钟就好了 一分钟就好了 所以事实真相原来是这样嘛 你要有影片整个还原真相 而不是说你一张照片来 那一张照片就摆在说 那个富人好像就是在这个 这些政治人物的前面 那事实上影片出来会说话 告诉你谁才是谁先谁后 可是很多的偏蓝媒体 直接就断章取义 他不报那个女香客 那边跪在那边参摆开始讲 对 所以这个影片再告诉大家一次 这个是郑文燦 徐定珍罗智珍这些人 都已经先站好了 这个富人是从后面突然冒出来 抢在人家前面 所以他插队他还骂人 对 所以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嘛 因为人家都已经排队排好了 那都已经这个什么镜头 很多摄影镜头都摆在前面 那姑且不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礼貌的问题 人家都已经要开始拜拜了 就你突然插在前面 庙方人员我必须讲 你看那个影片 他是非常好声好意的是说 可以请你起来吗 几分钟就好 几分钟就好 然后他就整个突然爆炸 好那我回过头来 我还是要再讲 这个现在蓝营群组明明知道 这个还原真相的影片也都出来了 可是他故意 就像当时那个龙山寺的 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明明知道这个陈勤勃 他是来讲这个期货的 或是讲他自己个人的事件 那蓝营现在就一定很故意 就是一定要把他跟万华破口扯上关系 那就算跟你讲了 他也是不澄清 所以他就是要去渲染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现在蓝营 他就很故意 明明知道真相 但是就故意掩盖事实 这是很不可取 那现在当然看起来 说这是很针对郑文燦是不是 非常针对郑文燦 因为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台北市整个气势 陈文时中的气势起来了 我必须讲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什么王鸿威 许小新他们在打什么 还在打林志坚的论文案啊 那坦白讲王鸿威跟许小新 他们自己要选的人 他应该紧张的是 这个蒋万安的选情嘛 可是蒋万正太冷了 已经躺到躺平了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把这个议题外移 去打郑文蔡 或去打林志坚 那说实在 现在到今天 这个蓝营还在打两件事 就林志坚的论文案 还有林志坚的棒球场 这件事情 那简单讲了 论文案这件事情 这个还是要交由台大 还有这个中华大学来处理 而且台大已经讲了 就说两个月内 就会赶快这个组成审查小组 但是 但是我也认为说 他现在这个审查小组的召集人 他要找台大社科院的这个院长 叫苏宏达 可是苏宏达 偏偏他今天这个各大 这个联合报头版头已经讲了 苏宏达在没有省之前 就已经先发了这个给院内的这些人 中英文的公开信 讲说这是丑闻 就已经把他定调为 根本就还没有审查 就已经定调说是丑闻 真的 我认为说 你这就是所谓的未审先判 你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审 你这个召集小组都还没有开始审 你就已经先中英文 中英文的信就说是丑闻 那我必须讲 如果今天 譬如说要找这些老师 去当这个审查小组召集成员的话 那你觉得这些老师会想跟院长杠上吗 那你院长都已经放话说这是丑闻 对 第一个他找的人 如果说我我觉得我后来看了之后 我觉得不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 那你愿意跟院长来作对吗 所以等于说他这样子未审先判的行为 第一个你找人的时候 就会是不是有所偏颇 再来就是你做的这个任何的决策 人家会不会觉得说 你就是已经有一种偏见了 这是在这里 那最后讲 就是说现在这个棒球场的事件 当然就是说有引发很多的争议 可是问题是这个也是考验零至间 你能不能够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 危机处理嘛 因为我们就主要是讲说 这个棒球场他这些瑕疵 当然就是有些棒球迷很愤怒 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呢 问题是他这个瑕疵 不是说整个棒球场盖错 就说整个整个就是盖错 都不能打 都是一些小瑕疵小缺失 是可以改进的 是是 如果说你整个棒球场方位盖错 什么都不能打的话 那当然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就气溜溜了 这个而且你也没办法改正 你没办法打棒球 你气溜溜 但是现在就是 但是我必须讲 你这是考验他的危机处理 你必须赶快把棒球场炒坪 赶快补平 红土 这个碎石的部分赶快补平 那你这种有那个落高的地方 赶快给他补平 我认为这个也是处理 临世间的这个行政能力 余宣军 现在是蓝军在台北市打不下去 所以开始针对桃源吗 然后又去打这种影片 你这个影片如果是事实 那就算了 但是偏偏就被抓包 那个富人明明就是插队 还骂人 结果整个的那种舆论 偏蓝媒体不管是在媒体部分 或是网络部分 很明显就是在造谣抹黑 国民党现在所用的策略 叫隔三打牛 他不会直接跟陈时中对干 因为陈时中的声势太强了 按照讲外线 如果去跟陈时中对 没有好处 一点好 你讲疫情讲不过陈时中 你讲市政 黄珊珊跟柯文哲一起来咬你 所以目前来讲没有办法 那么这些议员 总要有一个舞台吧 你不管是徐晓星 或者王红卫 他有一个舞台 他的舞台打陈时中 也不对 打柯文哲也难打 他讲黄珊珊 黄珊珊没有说要参选 所以怎么办呢 他总要有一个火力的出发点 一个宣泄点 桃园 往桃园去 桃园 所以现在桃园 因为侯友宇那边他不会动 侯友宇国民党认为他稳稳的 如果你乱打打坏了 我告诉你 侯友宇会生气 但是现在只有桃园 桃园因为张参政的选法 比较佛系 张参政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长者 一个长者一个教授 他到哪里去 他也不会讲出很犀利的言语 也不会像陈时中开口就是金句 你要从张参政嘴巴露出金句 不容易 他都是讲出尊尊教诲 对 这个教宗教散 他都讲这样 那这种人就很无聊 这种人多无聊 没有存在感 你在选举 你还是在上课 他好像在大学上课一样 大学上课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教授 可是到了选举就不对位 那怎么办呢 那这所有的国民党 这叫隔三打牛 我现在不管张参政 我就打林志坚 那要打林志坚之前 先要消灭郑文燦 因为你如果光打林志坚 郑文燦的力量仍然在 林志坚打不死的 我跟你讲 打不坏的啦 我跟你讲 最后从10月份开始 郑文燦开始 发挥他那种温暖的力量 就挂了 就挂了 所以说要打垮林志坚 先消灭郑文燦 可是也不能用奥博啊 上礼拜我们就陈时中那个 去这个齐全这个 自救会的去抗议 后来不就被这个 就被这个抓包了 那现在又来一次吗 对 这用奥博才可以有声量 你用打正规战 哪有声量 没有声量 所以说这个白沙团的 马祖参办 没有错 是这个信徒 偏偏挤进来的 那挤进来 如果他们觉得这个有效 我告诉你 这种状况会屡事不爽 会一直发生哦 对 谁规定你战了 我就不能去拜啊 对不对 这妙是大家的 他才没有那种所谓的 他只有说你是权贵 我是百姓 你是大官 我是小小兵 用这种方式的方式来打 不对称作战 他就用这种方式啊 我跟你讲 这种方式会屡事不爽 以后在任何这些 参选人 或是政治人物 拜庙的行程 只要一个就好了 只要一个就好 我钻出来 然后我去拜 这很明显 这很故意嘛 就是故意的嘛 我们都会排队嘛 对不对 大家这个 也知道前面有很多人 那我们就排队排一下 他是应挤到前面去 他认为他最大 他认为说在他最大 他说我拜庙还要排队 这庙要离开的 对人家庙宫都要请你离开 你要不要离开 可就可以做啊 他就说你看 无事于草民的存在 这些草民连拜个庙 都要等你拜完我才能拜 他就是故意要这样 那所以我讲嘛 这个是冲着谁来 就冲着郑文燦嘛 我跟你讲就是冲着郑文燦来的 因为郑文燦在桃园 他的那种力量 我告诉你 全桃园所有的政政务 加起来也玩不过他了 我讲实话 玩不过他 他晚上一两点 只要有朋友call他 他说我刚跑到晚上11点很累 郑文燦不会说 那我明天再去 不会你等我 20分钟我马上到 真的 我告诉你他就会到 他就会到 而且到了以后 每一个人当场可以叫名字 我觉得很奇怪 人家说他是在车上背名字 可是晚上12点去哪里背 他下了车就直接叫出你的名字 然后他不会待太久 他大概就是坐个20分钟 去打个招呼 对 可是我跟你讲 一个市长来给你坐20分钟 你说主人有没有面子 有面子 超有面子 在场每一个人 本来嘴巴可能在骂郑文燦的 我告诉你 郑文燦走的话就说 这屋市长厉害 几点又来 佩服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也不会赖床 他也一样到 他也一样到市政府去上班 所以我有问一下 支持度就来了 我有问一下他的架势 郑文燦是金刚不坏之深 他怎么这么厉害 他说 我跟你讲 他说长官 他有一个绝招 我说什么绝招 上车一秒就睡着 这样 我说这么厉害 他说他讲上车一秒钟 下来这边当长 还有20分钟 好 我睡一会 一秒睡着 随时不眠 然后到时候 没搞没搞 他就起来 就下车 这是超能力 我跟你讲 一个人一秒睡着 这真的是福气 他就有这个本事 所以你看他用完了体力 到处跑 又是拜庙 桃源头到桃源尾 从桃山上复兴乡 到海边 他都在跑 所以说郑文燦的力量 如果没有打垮 林志坚是毁不掉的 就是就算这个张三郑 再看好现在状况 不管是棒球场 不管是论文门 可是我告诉你 只要郑文燦存在 这场仗就难打 这场仗就难打 所以你看 如果是林志坚自己去跑的 那个里长跟的就少 你只要郑文燦出现 旁边人就多 所以很多人讲说 树倒胡孙散 马上他就不是市长 我告诉你 一样跟到 为什么大家看到 郑文燦不是现在 所以郑文燦即使要卸任 依然是最强母亲 就是我讲前一秒你还在骂他 下一秒他出现在你面前 那有几个人会骂 没有几个人会骂 人家他就跟他讲说 听说你刚刚在骂我 不好意思啦 我认识你一下 下次就叫出你的名字 这要怎么骂下去啊 因为我就被这样玩过 那时候我在国民党服务 你知道我前一秒还在骂郑文燦 他下一秒过来说 姨子伟 不好意思啦 刚才你可能跟我误会了 下次我跟你好好喝两杯 你叫我怎么骂下去嘛 我说报告市长 我没有骂你 党派不同 当然要讲你一下 我谅解我谅解 你知道怎么骂 我跟你讲他就是用这一招 所以临时间要学一下 临时间要学一下郑文燦这一招 到桃园 桃园人喜欢这种感觉 来国东哥 所以现在蓝军 因为在台北这个打不过 所以打到桃园去 针对郑文燦了 刚刚于北辰在形容 因为他是出身桃园 所以他对郑文燦的观察 相当的深入 郑文燦变成这一次 地方选举九合一里面的一个领头羊了 他这一次他也没有选 他市长就要卸任了 所以变成说各县市都会以郑文燦为马首四瞻 所以他很奇怪 到十一月二十六号 刚好剩下四个月 整整四个月 今天二十五号 整整四个月 这四个月里面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这个北陶现在是险急的热火 已经热到什么地步 那台中以南 观众可能你都不知道候选人是哪些 谁 都搞不清楚 尽管国民党也提名了 也没有人报道 也没有人问问 都不成为焦点 会有什么变化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眼光都集中在台北 眼光集中在桃园 甚至拓展出去新竹苗栗而已 所以这场选举很奇怪 如果说北陶的规格已经提升到 总统规格在竞选的时候 那你南部怎么办 南部好像那个闷烧不起来 在那里一直散散是烧不起来 我相信现在最急的就是柯知恩 好像全南都没有人去注意 他们高雄谁在选举一样 会气死他了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 每一年的选举 每一次选举 很多过去的这些选民们 都把它当成一场大拜拜在看 啊 热闹一下啦 怎么怎么样 但是今年的选举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要跟观众讲清楚 因为有段时间假新闻太多了 假信息太多了 现在假陳情也有了 我这次看到白沙伦 妈祖这个拜拜 那个那个妇人 老妇人拜拜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他这样反而凸显出郑文燦 在这个选举里面的地位出来 本来是桃园一个市长 到那边去 哎 以我的经验啊 要安排这些人在那边 这样排在那里 都是事先都已经定好时间的嘛 妙方都已经都安排好 怎么会突然跑出 有一个妇人跪在前面 冲出来跪在那里 对着摄影机 大家都在摄影机都在那里 电视台都在拍嘛 对 那不跟那陈请博一样吗 专门就找那个空隙 就去跪在那里 蒋白恩是不是来乱的 不是 妙方说 因为可能他身体不好啦 他说他来怀孕 来怀孕 不对哦 身体不好你不能去怪这些什么政治哦 政客哦 还是讲政客哦 你这个政治的意思比拜拜前程拜妈做还强烈 会讲政客骂政客 显然这是有意的嘛 如果说你真的为了身体不好来求的时候 人家 我相信郑文昌他们一定说 你让他让他让他离行 一定会的嘛 结果你不是 人家已经好意欠了 你都还不罢休 我说我觉得说 你反而凸显郑文昌的风度 以及他的 对 他们后那一排其实都没有出声音 对啊 对 如果说真的人家也会你让你先拜嘛 你一个人你要会拜多久嘛 只是人家已经庙方安排好 这个是庙方安排的嘛 那你是怪谁 怪白沙徒的妈祖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无厘头的事情 一样的 最近我观察一个现象就是 候选人不急 我们尤其说 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候选人不急 但是旁边的人急得不得了 你看看 我上次上个礼拜我讲过 用社论在那里召集啊 社论怎么讲 张上任 蒋方安 什么战斗 要用战斗这个 拿出战斗意志 不要活系 人家候选人有他的步骤 你要战斗什么东西呢 旁边看的 作为媒体本来就应该要 我们不说 我们不其他说什么中立立场 你本来就应该 指点他们要谈政策上的问题嘛 不是 要他们战斗 那战斗什么 前面那种没有告诉蒋方安 要战斗什么东西 他们自己连政策都没有提 要什么战斗什么东西 所以我说这场险阱 奇怪就奇怪 候选人有他自己安排的步骤 我们就可以慢慢看嘛 看他什么时候端出牛肉出来 选民 现在选民跟以前的不一样 以前看热闹到老了了 哇 画像画 现在选民都很冷静 在他看 你到底是端出什么牛肉 你的能力做得到做不到 现在不是耶 现在旁边人就都一直山火抹黑 这种技术都一直抛出来 我觉得现在选民水準 没有那么低了啦 名字都大开了嘛 我们再看 我反而到期待蒋方安 也许你会很成功的替国民党 树立一个榜样 我的选举就是这样 我的步骤就是这样子 我会提出政策一步一步来 我不会听你们这样 用拨张水抹黑乱骂在那里搞半天 你是在选首都市长 不是在选那个乡镇长在那里乱搞 所以我说也许蒋方安 你这样做法 还会引起很多中间选民 在比较你跟华山上说 认为蒋方安这样是对的 很理性的 华山上晚了会着急 你不要去当陈时中的小鸡 你不要紧跟着陈时中 陈时中现在已经是一只大母鸡了 结果你自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不要跟在他后面咬住他 你变成他的小鸡了嘛 所以蒋方安的打法 我们一直在观察 他会不会从黄山上那边 整个扭转过来 成为南营的霸主 成为国民党领先 这个是观察重点的 可是我们不可否认 陈时中真是老恋 这是你说他没有参选过 没有选举过 但是他是老恋 像他出新书讲那句 不怒而威的时候 那真是厉害了 对 那个对官场上 已经七分窍门都拿捏着手 对 要做一个明显市长 要做一位班杰很高的人 所谓最重要就是不怒而威 表情很严肃 但是大家就知道说 我们要谨慎去做事 你不能怒而不威 跟他脸小的 无厘头 那个好像是路人 是路人甲一样 在那乱骂一切 这样子就不够资格 做个政治人物 我发现他能够讲出 这个东西的话 就表示说 他观察的很透彻 台湾的政治环境里面 很多人是什么 怒而不威 乱七八糟的 乱骂一通 如果真正有一位懂得这个政治 眼里的话 他应该要怎么统一领导 陈思东展现给你看 他这个你掌握得非常强悍 所以我说 不要再搞出那种很低水准的 就像新北市 怎么有议员候选人 跟市长候选人再跪下去呢 这个让人是想不通的事情 这是什么年代了 议员是监督市长 既然议员要向市长跪在磕头 要叫里长全部都跪下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侯友宜你不是非非所就算了 大家对你打个问候 这场戏你怎么处理这场戏 你怎么会有一个议员 对你的市长 明显市长议员是在那里 职责是监督你的 怎么会跟你下跪呢 所以我说这场选举看起来都乱一套了 四个月什么戏码都演出了 但是我相信显明的眼睛是血量的 看得很清楚 再来关心汉光演习今天开导 相信今天大家都有听到警报声 正好因为俄乌关系 战争的关系 所以大家也特别关注 这次的演习重点想象的科目有哪些 对因为汉光演习 北台湾的时候 车子完全移到旁边 然后完全移到旁边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当然会不方便 可他在干嘛他的演习如果真的有一天 被轰炸的时候 我们军警民要怎么疏导 然后大家要怎么有序 我觉得这是OK的 其实坦白讲确实二无战争 让我们觉得战争其实原来没有离我们那么的远 那第一件事情呢 今天演习叫做战力保存 战力保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对于这场战争 我们国军在犹豫到底这种低级是谁来出击 比如说当你看到福建沿岸的时候 军队开始集结 我说解放军队 我们要不要先去打他 你先去打他的时候 人家可以说我们只是在做例行性演习 你怎么可以来打我们 可是如果等到他开始出海的时候 我们就来不及了 因为他出海的过程中 一定会先伴随着这个万旦齐发 才会有万船齐发 你懂为什么 中国一定会先做所谓的万旦齐发 把台湾所有的战略要力先打掉 所以说如果啦 以目前来说没有要做第一级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 当对方万旦齐发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持我们的战力 可以去做第二级的攻击 所以你看今天有看到F16V的战机 从花莲紧急升空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先滑进加商基地 滑进加商基地的时候 你看因为这个是整个台湾 然后这边有个这个中央山脉 那加商基地刚好就盖在中央山脉里面 那至于里面有多厚 里面到底多少弹药才可以打穿 他目前不得而知 可是去过的人来说是下去好几层 他的这个机库好几层 然后坐电梯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所以那个加商基地应该是埋得非常非常深的 埋得非常多深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飞弹 打过来的时候 总不能到过台湾 然后在绕海高海大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从西往东打的时候 就是会打到中央山脉上面 所以这是我们想定的第一级 然后接着从加商基地依序出来后 起飞对抗中国的 不管是空优 或是对海的这个部队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东西 第二件事情 我们有看到幻象2000做所谓的挂那个新型的电站夹舱了 台湾电站夹舱做得非常非常好 不只幻象2000F16V的电站夹舱 也是台湾自己研发的 我们不是跟美国买的 而且这个电站夹舱好到什么程度 他叫谁插即用 他一装上去之后呢 他的那个雷达 有源向位跟无源向位雷达 还有做电子干扰的功能 F16V直接都有 这个F16V的电站夹舱好到什么程度 美国国民警卫队的F16 最近刚刚换装 也用台湾做的电站夹舱 对很厉害很厉害 所以我们那界面的设计好了 你说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有点像是随身碟的感觉 这个随差即用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代表着战略意义是什么 台湾已经变成美国在整个亚太的F16的维修中心 之前汉翔不是就是做维修吗 还有研发中心嘛 对不对 那另外的我们未来应该会看到 我们很多海风大队 或是什么雄风的飞弹 开始去做所谓第二级的 因为他的想定是 第一个一定是做战力保存 然后接着呢 就就就就开始 依序在一百公里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打击 五十公里做什么打击 然后在滩汉的时候 滩汉坚敌 可是这次汉官演习 应该还会多一个科目 就是如果进到巷战 我们要怎么打击 因为我们这次恶物战争会发现 其实对于工方来说 最难受的不是敞摊 而是进到巷战之后 每一个人包含我包含你 包含电视机全面都是他敌人 我丢个汽油弹 对不对 或是在这个这个墙后 用标枪飞弹 或是次线飞弹打他直战机 都有可能 所以这次汉官演习 应该还会再有所谓的这个巷战的部分 所以确实随着这个恶物战争 我们的演习不断的在提升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 这次汉官演习 因为一般演习都有分 汉官先兵推 再来是时兵验证 但是兵推 我们没有做电脑兵推 是图纸的兵推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次恶物战争中 有很多新的战术战法 还有数据 在电脑还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明年 我们应该就会有电脑兵推 因为现在恶物战争 带给很多人启示 很多新的战法 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传统战法了 很多怪招 所以这一次先用图纸的兵推 明年的汉官演习 我认为就会完全融入 这次恶物战争 所有包含无人机 标枪 刺针 还马斯 乖乖乖乖 我们这种耳熟能详的 纳入明年会是真的精彩 的确因为一场恶物战争 其实带给全世界 都是一场全新的战争手法 跟过去传统的战法 完全不同 来 于庄金 就是刚刚正好也谈了 他们的部队一集结 我们怎么知道 他是要攻台 还是要演 他们是要演习 还是要攻台 其实我们知道 为什么知道你知道吗 油料的补给的程度不一样 装弹的发速不一样 飞机挂弹的满载不一样 对 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地对地飞弹 他所准备的方式也不一样 对 那这个我们全部都会抓到 为什么 我们情报 因为我在情报部门待过 情报部门对于对岸沿海 所有基地 机场 还有重要的军事设施 我们是每天都在监控 怎么监控呢 他 他所有的活动 今天是跑几公里 他今天的飞机是飞几架 他今天的飞机是挂多少弹 他的战车是装多少弹药 加多少油料 我们每天都在掌握 这个都可以掌握得到 每天都在掌握 为什么你知道 他的油罐车进出几次 我们就可以算出 他的油罐车是帮几辆战车 这么巨细迷 我们全部都算得出来 所以说如果今天突然间增加是 以往的五倍 十倍 那就不正常 那就不正常了 那我们就会透过各种方式再收 他装的是什么蛋 他加的是什么油 他所有补给人员 进驻部队集中的是哪些部队 我们都要再收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收得到 我真的我跟对岸的解放军 你也不要认为我们很 我们国军很差 我们都收得到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些资讯分享给日本 分享给美国 分享给澳洲 然后透过他们的研判 我告诉你 那只要一秒钟 为什么 那不用人研判 全部都列入电脑分析 一研判 他要打你 是 他要打你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预警时间有多长 我告诉你 可以长达48小时 我们可以精准抓到48小时 他要干什么 是 所以说你看 今天为什么 他如果要攻台 他一定要做好非常大的准备 非常大的准备 那个大的准备 也有足够的时间 让我们去研判 你看在他们的东海舰队 本来的数据是多少 可突然间集中了大量的数据 因为他渡海嘛 那是不是个真猴 那有数据叫加油 有加油叫装弹 有装弹就要有人 那你看这是不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资讯流 对 就进来了 那就是一个强烈的 一个阵争讯息了 对 然后我们还会针对 他的电针情报 他要做无线电的通信 要做无线电网络的活动 我们都有专人在盯 那你的电针情报 增加了十倍 甚至百倍以上 那甚至我们还会解密啊 你里面讲什么都解密 解密的出来 那你的所有的活动 如果你要举办一个 大规模的 这个攻打台湾的动作 我告诉你 我们巨细迷 全部知道 所以我再回推到今晚 今天早上的汉光演习 其实那是缩短 缩短时间 汉光演习 把时间全部缩在七天以内 它是缩短 其实这个飞机是凌晨飞出去 它的正常的时间 应该是两天之前 它就输博了 不是凌晨 两天之前它就输博了 就飞到这个台东加汉基地去 所以加汉基地刚刚正好讲 那个不止一个出口 所以很多人讲说 那个你们没什么了不起 我把你出口炸住 你的飞机都出不来 你看过蚂蚁窝 只有一个出口吗 对 每不止一个出口啦 很多个啦 我跟你讲超多出口的 而且 它说把你机场跑道炸毁了 你的飞机又不能起飞了 你真的以为我们飞机 只有一个机场跑道吗 海岸山脉不行吗 海岸公路不行吗 苏花改不行吗 所有公路都纳入我们 整体作战的规划 那每一个公路都有 好几个出口 联络到加汉基地 我这样讲已经够明白 但是我没有泄密 因为你找不到 我就要告诉你 你也找不到啦 因为连我也找不到 对 那非常难找 他都平常都做伪装 伪装好都是 然后等到正式上 他把它拉开 所以这都是 整个国军正在做的事 所以今天给拍到这一架 F时候是故意给你拍到的 其他的你拍不到 他的苏博计划 你是拍不到的 另外我讲 然后你看 中午才实施防空警报 这个防空警报代表什么 大家不要觉得 防空警报 我们就是路边挺好 不是 这个防空警报是代表 对岸的飞弹发射 你才有防空警报啊 对岸的飞弹已经发射了 已经发射了才会按防空警报 飞弹来袭 对这个防空警报是谁来负责启动 空军作战司令部的司令 在台北公馆的残除山里面 我跟你讲 他每天 这很可怜 我跟你讲 我一个学长 干到这个位置 升两颗星 他多可怜你知道吗 接了两年的做空军作战司令 没回过家 没有回过家 我说你就回家 学长你怕什么 他说那颗牛在我这边 什么时候要按防空警报 我决定 对你看 他如果飞弹发射 飞机起飞 冲的就是往台湾来的 他要不要按 这一按多严重你知道 全台湾的股市就完蛋了 全台湾所有经济发展 全部都停 所以我发电厂的店 要做一个分流管制 要全部要往军需设施来走 所以你看那个作战司令 他那个扭 我说句实话 还好没干到那个位置 干到位置我一定是会得 那压力非常大 对 所以他两年没休过假 等到两年 他的任务结束 他下了这个职务之后 他跟我讲说 哇老了十岁啊 他每天他都在看雷达 那除了那个防控警报之外 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 这个防控的飞弹可以去拦住 有 是不是 那个防控警报一案 第一个人民为先 国军作战人民为先 因为这个防控警报 是我要提早预警 让人民可以疏散 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物资 人民不要受害 这是第一点 那后面因为 你在按警报之前 其实国军都已经做了 所有的疏散 疏搏 这个都已经 这个战力保存都已经做了 所以说你看 昨天所有的装甲部队 昨天凌晨 大概一点钟 全部都到定位了 然后飞机是五点半起飞 然后防控警报是中午时候发布 这都是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就是我有情报 他要打我们了 所以我们部队输战 然后等到真正他对方 开始射飞弹 防控警报发布 所有的电做调整 所有的人做调整 所有的人民做调整 所以这一次 整个非常的精准 而且说 大家以前看汉光演习 都在演戏 那这次这个战壕 这个战壕 这个也是模拟 这个俄乌战争 在新北巴黎挖战壕 170公尺左右的战壕 这个战壕的用意是什么 是共军已经登陆了吗 这个战壕就是说 我们有后备动员部队 所以很多人讲说 后备动员部队作战要干什么 以前作战不知道干什么 那这个战壕 以前就有要挖 可是呢为了怕扰民 所以说一直没有挖 那这次因为俄乌战争 而且我们的整个动员制度 从7天调成14天 那这个战壕就挖好 而且挖好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大家以为他在这个海边 在桥下是在做什么攻势 不是在挖战壕 挖好后 他上面是用伪砖网给他盖起来的 所以很多经过的那些人说 那边不是在挖水沟 怎么变战壕了 他变成战壕 未来再会加强 这不是用沙包而已 未来会加强 变成固定设施 也就是说因应每年14天 总共有将近 10到15个T次的教育招集 他就要到定位 你作战的时候 你是在战壕的第几个位置 你的警戒点是北起哪里 南指哪里 左字哪 右字哪 全部清清楚楚 然后你下一个转进的位置 你的第二道防线在哪里 所以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战壕 目前来讲是因为演习而产生的 他未来他不会填掉 而且他会强化他的攻势 就跟乌克兰一样 刚开始是先求有 后续会强化 强化之后 他会变成 他会贴上 你只要看到国军 贴上那个号码编号 那就是拥有设施 那未来这些战壕 都会这样调整 所以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不管是从空军 从海军 从陆军 从后背动员部队 颠覆了国军 所有的作战方式 对 我们再改 我们再变 其实解放军也在变 所以我们还会不断的 征收他的情报 征收他的战法 来因应来调整 所以我们每年 为什么要做汉光演习 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确 杰明哥 这俞将军清楚的说明 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汉光演习 不代表说 我们就是挨打 你做好准备 其实可以让民众更为安心 没错 今天演练重点 就是保持战力 所以你看到 他所有动作 都是以保存战力为优先 像我们这个战好 其实这个媒体拍出来的 他们战好不是只有 单纯一个战好 他其实里面 还有很多的一些 我们说类似这种洞穴 他是全部有掩体的 里面放了足够的 所谓的战争 所需要的物资 以及弹药 也就是说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军人 并不是站在前面 给人家打 而是立刻躲进 转进到这个壕沟里面 先避开第一集 这是今天演练第一个 第二个演练什么东西 我们一早就看到 我们这个所谓的 预警机在南部去起飞了嘛 那起飞的操作科目 是什么呢 所有的部队呢 开始这个除了 调用民间的卡车之外呢 其实就敢往这个 主要战略点去这个阴影 而这时候呢 其实预警在空中的时候 可以预知到说 到底什么飞弹来袭 会攻击什么地方的时候 马上他们写些一件事情 就是你从画面上面看起来 你看不到任何装甲车 再仔细看的时候 原来他们有特殊的 所谓的这个防围网 全部膝盖住 所以在演练其实是说 当第一集的时候 我不但要到我的战略目标地 要做这个所谓战略的攻击 保存之外 另外在路上的时候 遇到袭的袭击的时候 我让你看不到 因为我们这次在 欧洲战争里面 看到一个事实就是 俄罗斯真的不会伪装 他的所有的这些 坦克车或者装甲车 很容易被这个 所谓的无人机给侦测而打掉 所以这次演练的重点也是 如何进行伪装 我就出现之后 突然消失在荧幕当中 那我要特别谈 我们这样讲 在乌俄战争里面 为什么每次俄罗斯的情报 都会被西方给得知 乌克兰的情报都不会得知 当时我们就谈到 因为这个美方可能已经 带了大量的所谓电子 侦测机在附近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会消除杂音 降低干扰 知道敌方的通讯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它会设置所谓的电子走廊 就是说在这个电子走廊里面 我会压制所有敌方的雷达 使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军事设施 都可以安全的通过 更重要的事情 其实最大的是什么 大功率的去放送 让这个敌方的飞弹 进到我们这个领域的时候 就是特定的区域里面 它直接失效 因为我们知道导弹在进行当中 它是需要被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导引 所以呢 这个不认识 不认识幻象三 幻象三两千 或者是我们的IDF 它具有这个功能 所以为什么它是最紧次于 我们说的我们那个 雷达机第二高的 因为它一定要直接飞到 最制高点 在高处的时候 建立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退 躲藏的 就是我们说的 战力保存的走道 让敌方的 不认识飞弹或者战机 它没有办法进入到 这个地区 而且经历干扰 所以这次也是 这个演习重点 然后另外一个演习重点 可能大家都注意到 这件事情 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 就地掩覆之外呢 其实在一个部分 就是后备军人开始征兆 这次可能后备军人 是时间最长的 那这个后备军人里面 所演练的动作 真的是实战攻击 而且他们就说 比如几个例子 我们刚才讲的碉堡 其实他们在这个 第一步掩护的时候 他们就进入到碉堡里面 直接到打武林机枪 直接面对这个敌方 而且我们有观察一个地方 他们这次要做到是什么 如果在野地的时候 你要藏于这个无形当中 所以你看到 这个第八军团三三旅 他从这个屏洞出发的时候 他就演练了 他的战力保存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集就是第一集的时候 不但我们要把我们F16保护得好 那么将来做攻击之外 第二届是要厘清 对方的飞弹的走向 或者用电子干扰 把它处理掉 或者我们做反击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军事呢 要到所谓定位 而且定位完要演藏皇币 所以今天演练这个 明天开始演练 就新的这个蔡总统 就要去这个战舰上面了 就是海上对决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汉光演习 他是有步骤 有方式来做进行的 再来关心俄乌户战争的最新发展 俄罗斯才刚签署 允许乌克兰恢复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 接着就以四枚巡异飞弹 攻击奥德萨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联合国秘书长都说了 谴责俄罗斯这种违约行为 这格外要受到谴责 证明俄罗斯完全漠视 国际法跟所做的承诺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这次攻击严重破坏俄罗斯 对昨天的协议承诺的可信度 也破坏联合国将鼓务 运到世界的一个努力 来正好 这个俄罗斯完全毫无信用可言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没有错 因为这是7月20号 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土耳其 伊斯坦堡签署了黑海倡议 那这黑海倡议的 其实内容很简单 就是俄罗斯同意解除 对于黑海港口的封锁 恢复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还有海运 那这个黑海倡议的期 并不是乌克兰需要的 乌克兰当然可以通过粮食出口 可以赚一些外快 可是问题是外汇 可是现在的这些外汇 坦白讲都是西方直接给钱 直接抖内 是西方需要乌克兰的粮食 这才是重点 所以这件事情是整个联合国 还有土耳其的总统 在那边去做斡旋 斡旋完之后 俄罗斯说OK 就说完OK之后 22号才前 马上射四枚口径飞弹 而且四枚口径 有两枚被防御飞弹挡下来 我就不谈 另外两枚很恶意 他去攻击敖德萨 你讲攻击什么 不是攻击船 是攻击敖德萨的港口 就是基础设施 太恶劣了 对 我床打沉了 我还可以再掉 可是我港口一击溃 你连靠岸都没办法 你连上货卸货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摆明了 我这合约是签假的 我今天签明天毁约 所以大家都说 其实讲一个罪很强 他等于是普丁在土耳其 总统的脸上吐口水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 那没什么好讲 你这样搞这招的话 那我继续军援乌克兰 反正你停的任何停战 协议都是假的 我今天跟你签的白纸黑字 你明天就会翻脸 那很简单 我直接把你打到趴就好 所以美国马上今天宣布 再军援2.7亿美金给乌克兰 而且军援什么 四套海马士 你不要觉得四套海马士很少 应该要这样讲 现在乌克兰的战场 是有八套海马士 然后有四套还在路上 现在美国在运四套 就加点就十六套 等于八套才 而且他的战斗力会翻倍 你现在光是八套 都把俄罗斯打得哀哀叫了 然后乌克兰都说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远距离的神器 对不对 我们还做出那个徽章什么的 结果如果再给你八套 等于是翻倍 而且弹药给 给你三点六万发的弹药 再给你五百台的凤凰幽灵